喜欢围棋 10岁就来到北京求学 17岁的时候 拿着北方七王的冠军 到了18岁的时候 转行做了围棋教练 企业和围棋这块 每个人的不同的心得吧 所以我就选择 加入这些企业 更好的围棋服务 然后宣传这个 我们中国的文化 马瑞26岁 辽宁人 大家好 我叫马瑞 来自北京 今年26岁 很高兴参加 《非你莫守》这个栏目 今天我要应聘的职位 是企业培训师 和私人维棋教练 或者关于管理方面的职位 谢谢 欢迎马瑞 你好 张老师 你好 多高啊 一比九 我离你稍微远一点 这样我的头不用抬得那么累 你上来之后就说围棋 你是多大块学围棋 比较小 那个时候七八岁 七八岁学 到什么程度了围棋 现在我是南国全国冠军 什么年龄段的全国冠军 我那时候18岁 这就是说业余的 就是全国方面的 业余的 对 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教围棋吗 对 现在我工作主要是教围棋 天天都有课吗 基本上对 每天差不多都 教多大的孩子 从四岁左右到老板级别 就多大都有 你现在教这围棋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要来这找工作呢 Marie 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一些事情 还有很多方面不足 做不大 还有感觉老板 老板已经是经验比较多 可以传授我一点 而且也是对我自己 还有围棋方面一个推广 你到他们的企业 你今天要找的工作 就是去他们的企业里 对对对 教谁一下呢 可以教员工 也可以教一些老板 是这样Marie 一个企业 你假设说像百合网 像爱乐活 他们真的想开发这个企业员工下围棋的能力 那他们呢 不会设这么一个职位 他们可能会一个星期请一次围棋老师 他不会是一个企业的固定职位啊Marie 这个我想就是当时我也来之前我也想过有一些教育方面的老板嘛 他们可能会看重这一块 看重哪一块 看重你围棋的这一块 因为这个也是对小孩培训也是一个市场比较好的现在一个行业嘛 现在的月收入你方便透露吗大概呢 一两万吧 交围棋的话 一两万 对对对 那你心理要求多少 就是还是看自己能力嘛 这个这方面 就是一万左右也可以 一万左右 那你业余时间还交不交围棋了 那就是肯定还要自己做一些事情 还得交 反正 对因为少刚他的简单上说到了 他理想的工作状态是工作时间短但有意义 我能解释这个短吗 就是到底多短 多短 一周啊 比如说一天的话 去公司啊 两到三次吧 我觉得可以 你去公司两到三次 所以这是兼职的活 不是一个全职的工作 一星期两到三次 给你一万块钱 你又啥都不会干 什么呀 人家教围棋 培训围棋 培训围棋 对 反正我问你个问题吧 因为你这简历也写了说 为企业创造价值 然后要运用东方智慧魔方 是吧 就指这个围棋 而且你的学生里面也有这个企业家 是吧 那你能给我讲讲就是这个 你觉得围棋的这个智慧 或者我学习围棋 对于去在企业 把工作做得更好 把管理做得更好 今天有哪些帮助 你有过这方面的体会吗 对 我也是考察过一段时间 就是感觉围棋吧 这个像是布局阶段 就像是企业的用人选人 那中盘呢 围棋中盘 我觉得就好比是企业 与企业之间的竞争 企业之间呢 我们说要什么时候打入 就进入别人的阵营 什么时候需要防守 要防守自己的阵营 这需要拿捏的就比较准确 好 马瑞这么讲的时候 杜老师我就想起来 大家记得咱们这块 曾经有一个求职者 魔方玩的特好吗 记得吗 魔方玩的特别好 最后是被杜老师找走了吗 是的 现在我们人中人的好多员工都会玩魔方了 他是不是真的拿魔方开 因为当时您的想法是说 拿魔方让他开出新的课程来 他开出来了吗 最近我看着他们有一个课程是驱动力 魔方的 我全名叫不住了 就是魔方驱动力的那么样一个课程 它其实是创新思维 用魔方来模拟这种创新思维引导 其实像刚才我觉得他那个开始已经不错 就以魔方比拟 比你我们 对这个企业变化的过程 但是比你到这层 其实很多人都做得到 是的 你打的这些比方都是对的 但是这个类比呢 但凡会下围棋 但凡关点 就是关点企业管理 都能类比出来 你的独特性在哪 如果你要去企业工作 你的独特性在哪 马瑞 其实说实话 当时来的时候 一个是围棋对方面 因为也是非常想像 让各位老总学习一下 就是我除了围棋 还能干什么 你是想知道 你现在还有哪些能干什么的是吧 对 这也是我想知道 我看到你不能哪些不行的 你愿意让我说吗 您说吧 我来这儿就想虚心学习 那在整个你上来以后的 你的表情 你的姿态 你的语态 以及你这上面写的不自由 无所谓 这种感觉 是马瑞吗 是马瑞吗 你叫马瑞吗 对 这个简历 那个表示你填 这个简历是你写的 你都不知道 是你写的三个字吗 那个表示你填 你整个的这一个简历里面 就看到了三个字 无所谓 你如果想知道 你将来真的能做什么的吧 从你在这个简历上的姿态 和你自己的整个的人生态度 把无所谓这三个字删除 你就OK了 谢谢 谢谢 但我觉得是这样 马瑞还是有他的优点的 来进播 这个你作为一个小学毕业 你能够把围棋下得这么好 这个我觉得 你觉得是智商还是说 因为什么 你能够做得这么好 一开始我觉得因为是兴趣吧 兴趣也知道 比较喜欢这个 这个围棋这块 然后还有就是执着的努力吧 面对失败这种 不放弃吧 一直都是坚持 这个可能 可能是我 把棋能够下到这个高度的原因 那我想问问看 你对管理学 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和研究吗 学过吗 学过吗 我参加过 因为没有那个专门的 去一些大学里学管理 但是我也偶尔参加一些 巨城的培训班 我对这方面有兴趣 就是你感觉 很有兴趣 看过什么书吗 比如说那个赚钱机器算不算 赚钱机器 赚钱机器 不算 不算 各位不问问题了 来 现在我们做出判断 马瑞 逝去逝留 选择 谢谢 有两位留了下来 天生我有才 这样好 听听杜老师的建议 好 马瑞您好 其实我还是很钦佩您 因为我一直都相信 任何人 只要他在一个特定的领域 这可能是围棋 可能是魔方 也许是修自音车 哪怕是扫地 他只要是在绝大多数人群里边 他是做得最好的 他一定有些特别的禀赋 天赋异禀 天赋异禀 并且呢 一定付出过特别的努力 所以这都是 我觉得是你特别强的地方 但是确实是中国 在特别运动员 这个成长的模式呢 也决定你的生活方式 学习的状态 是一个很特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倒会建议你说 如果有可能 还是要从这个基点 从你最长的地方 出发去延伸 而不是完全跳开这个东西 是的 另外一定要多读书 不是围棋的书 多读人文的书 这下来你可以找陈晓辉老师 让他告诉你读哪些书 对 少读是 少读那个名字 叫什么 赚钱机器 赚钱机器 要读一些经典 经典的管理的书 另外呢 就你要看那些围棋大师 他们都写了书 往往他们不是在写围棋 对 好吧 读他们的书 好 好 谢谢 谢谢刘老师 来 两位留下来 二位提问 尹峰 我看到你有一个意义 是要做企业培训师 对 因为在企业里面 我们让你去教围棋这个事 可能没有太大的空间 我想你能展示一下 你做培训的一个功底吗 比如说 这样 你给一个具体的题目好不好 就比如说你跟我们培训 让我们都来跟你学围棋 我给他换 因为我做培训的 我给你换个场景 今天呢 这个咖啡之意 老板脑袋发热 非逼着他的员工都学围棋 然后他的员工都在底下坐着 可是他们都没什么兴趣 是的 现在你要 现在老板给把你也请来了 也让他们都坐在这了 现在你要开始讲围棋了 你怎么开始 你们现在都是咖啡之意的员工 你要来培训来了 来 马老师 同学们好 你看这太好了 来 继续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 古老而又新鲜的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呢 是围棋 在下围棋之前 要经过一个猜先的游戏 怎么叫猜先呢 比如说长者抓子 年龄大的一方 抓一把白棋 放在棋盘上 让年龄小的来猜 这个呢 是对长辈的一种尊敬 围棋呢 不光是技术上比较有趣 对那个礼仪规范 也是非常有趣的 如果对方猜的是单 你把手打开 看看数手是不是单 如果猜对了 就拿黑棋 猜错了的话 就拿白棋 然后黑棋先行 如果学过数学都知道 我如果想围住一块地的话 如果你是在中间围 打个比方围九个格 上面三个 下面三个 左边三个 右边三个 那么需要多少个 十二个字 对吧 围住了一个九个格 那在角上呢 只需要 右边三个和下面三个 如果右下角的话 就能围出来九个格 从古至今 想学会围棋的第一句话 就叫做 金角银边炒肚皮 大概这样 这样讲 就是 培训和那个教 还不是一个概念 黄海南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你如果今天来求职 你以后想 从围棋这个世界里走出来 然后 去做什么样的改变 你想好了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不干围棋了 你干什么 你会放弃围棋吗 有可能会 干什么 我觉得 从企业里面做起吧 我觉得 大到无门嘛 什么都是 可以说是相通的 这样围棋一下 好干别的话 也是有机会的 好 各位 现在因为只有 你们两个人留下来 到了你们表态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的灯 仍然亮着 主动权转移到了 马瑞的手里 马瑞是去是留 选 好 两家企业继续 谈点不上感情 还没注意先说职位 管理培训生 谢谢 我相信你的理解 能力会很强 我也相信你对事情 有足够的耐心 只是你对现代职场 不了解 我愿意给这个机会 给你尝试 底性是三千五 谢谢 姐李啊 姐李啊 我们 集团下面有个 运动会所 那么围棋呢 也是其中的一个 一个项目 那我是 招聘你去呢 到我们运动会所里 去担任 围棋的老师 这个老师的基本工资 是三千五 但是他有课时费 嗯 谢谢 思考一下 马瑞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 是咖啡之夜 还是姐李啊 女海龟 宇绍刚 上演职场启示录 现在领导有了点险 对啊 我无所谓 我的内心很坦荡的 但是你不觉得 这个领导真的挺好的吗 我也不方便 在你面前说领导坏话了 如果我有你家同事的话 我估计我很难堪 严重的依赖那个词典 那怎么翻译啊 寻求翻译工作 引起轩然大波 翻译软件永远代替不了人工翻译 它是代替不了人工翻译 但可以代替刚才这样标准的翻译 可能您对英语学习不太了解 这个水平达不到我们的 一二年级的水平 我能测试一下汤王 你不能 我强烈要求 我一定不会实现你的这个要求 不是你可以改变世界 你要先学会适应世界 人生有想当然还有理当然 这是很愤怒的 咖啡之意还是竭力啊 还是选择跟他们二位说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反正我觉得今天来是件好事 就是20多岁了 开始考虑自己想去体验 想有更大的空间 和平台挺好的 但是你从那么小的时候 就开始一直攒的那些东西 如果要放了挺可惜的 有机会的话 多学学管理的课程 然后自己有兴趣的话 往这方面钻 钻到某种程度 企业真的会找你 好吗 马上点 对 在这边 这个平台 还是学到很多东西的 希望 我